换另外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其实也是很 popular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 你们自己可以再找一些相关的 像我们刚刚取得像新闻相关的网页 除了Yahoo,除了ED的Date,还有别的嘛 一堆网路上新闻相关的网站多少嘛 现在台湾上还蛮自由的 OK,所以应该至少 有没有上百个媒体 我在想应该有啦 媒体太多了,对不对 可是每一家媒体到底讲的怎么样 你要去做渔情分析好了 所以现在你要找那种渔情分析 我发现你不能找不会程式的人 不会程式的人他怎么做渔情分析 对哦,这么多资料你怎么去抓呢 而且其实除了网页之外 其实他有PTT嘛 年轻人还有D卡 对不对,还有一堆很多有的没的 如果你通通需要把他抓过来做分析的话 那绝对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因为人工你要请多少人 每天都维护这东西就维护完了 OK 好,那接下来还有银行 有没有 银行,台湾有多少个银行 太多了吧 OK,应该上百家有吧 而且最近又有很多网络 数位银行,有没有 OK,而且数位银行 这个又,这个又应还蛮多的 好像非得要,你一定要去开一下 有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利率都 刚开始,活存利率虽然都有3.1耶 最新那个将来银行 那个中华电信的吧 OK 但是这都不久了 顶多撑个几个月 所以有时候开了,那你就知道 但至少我是觉得 他目前活存的利率是应该还蛮高 因为之前 像Libain刚开始也蛮高的 但没多久又没有了 像他之前什么Richard 什么那个台新的,也是一样 刚开始很高,那一下没有了 不过我是觉得他蛮方便的地方 数位银行很多转账都不用钱 所以你可以这样转来转 因为你觉得还蛮 好像有 不过这个当然就是一种理财的方法 OK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理财 说真的 其实钱因为通膨的关系 感觉好像越来越不值钱 对,OK 所以有些方法 很多人会用诚事的方式 帮助你做一些决策 到底要买还是要卖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的资讯 处理能力比较强 那当然相对的 你可能在某些时候 或许你的投资相对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优势了 OK 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银 那请各位呢 待会看一下这个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云端上面 0604这边 这有一个连结 那你可以找一下台银外汇这边也有 那这个网页里面你会发现 我们要抓的资料 主要就是这个弊别 有没有 然后用现金的汇率 它有分买入跟卖出 那它这个比较特别是说 它现金汇率它分两个 这个也分两个 所以它的弊别是一对二的关系 所以将来如果说我要输出的时候 那变成 你输出会要刚好让它一对二变成同一列的话 可能要想一下怎么做比较简单 那首先我要抓哪些东西 一样的方法 第一个 我们有网址 所以你用request把这个原始码里面东西抓出来 第二个的话再给beautiful sub解析 解析完之后呢 我们要find什么东西 有没有find一次 那就find 如果find多次 像这个意思多次 因为叫弊别只有一个吧 没有啦 我们不是如果只要抓美金 那就find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要抓底下全部的话 那你用find all 可是再来的话 你要find all 后面主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标签 所以你按右键 找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标签 你就优标放这里按右键 有没有 美金上面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我想知道它这个标签叫什么名称 它叫DIV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DIV这个网约一定非常多 有没有DIV这个等于是整个网页里面太多 所以你不能用DIV去抓 太多了 那所以第二个你需要什么 它的class 所以如果有class好办 但如果没有class 你就再往上一层找找看 它上一层有没有class 所以变成说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很多时候就是找标签找class OK class有没有 有 那它的名称叫什么 在这里 所以叫hidden 然后phone pricial OK 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就什么 DIV斗点 然后这个名称贴上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栏位名称抓到了 OK 所以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抓什么 现金汇率 所以按右键 直接在30.36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的名称叫什么 就这一个 它的 特别之后 它的标签名称是TD OK 那TD是什么 TD主要 其实在这个标签里面要储存格 那TR就是列 table就是表格 反正基本上架构一定是这样 那这个储存格哪个储存 其实就指这个TD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然后里面的那个CAS叫什么名称 CAS叫这个 很长一串 OK 然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拿来用 所以一个TD斗点 然后这个 但是你要再观察一下 隔壁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名称 有没有 这个名称 跟下面这个名称一模一样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跟这个的名称一样 OK 所以呢 也就是说啦 假设这边 这边名称总共有十个好了 那这边的话 总共可能就二十个 因为它有左右两 它等于是两倍的数量 OK 所以这个是 比较大的问题 好 那所以咯 我们就知道这个 现金汇率 那 集集汇率按右键 检查 所以一样 它一样放在TD里面 然后它的CAS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一样 知道它的CAS 所以TD 然后它CAS名称 那这样的话 我基本上就抓到我要了 一个是 它的币笔 跟现金汇率有两个 然后集齐汇率也有两个 好 那我有这些讯息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抓 抓回来 那抓回来之后 最后其实也要把它存档 所以我们后面假设 我希望 不管存成CSV也好 我也是有 反正这个后续 第一个一定要先抓下 OK 那抓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 我已经把它 先 重要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跟前面是一样 所以我就 把它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 这个request 有没有 get 这个网址就是台银外汇的网址 OK 把它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给我给BeautifulShift 去解析 这个也固定的 那首先的话 我要抓 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辟别 那辟别名称 我取名叫DataName DataName 那因为呢 它不止一个 所以呢 我就是用Find All SP 点Find All 我帮我Find All 然后标签就DIV 那这个主要这个呢 class叫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嘛 就是直接拿这个上面的这个名称 按右键检查 那你直接把这个class后面这点两下 然后把它复制 贴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边 我是觉得还蛮单纯 实际上很多都会贴过来 那不建议你用打的 因为这么长你自己打一定会出错的啦 OK哦 所以贴 然后换下一个 那这来的话就是 怎么样 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按右键检查 那它是TD 它是TD嘛 所以标签是TD 然后这一串自己打 这个TD可以自己打 那这个用复制贴过来 所以这个贴 然后这个用贴 所以贴完之后就总共有三个 有一个是名称DataName 那Data1的话就是现金 现金的话有买入跟卖出 然后Data2的话呢 也是一样买入跟卖出 我一样把它贴过来 这个我就不再去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有三个资料了 那接下来我就把它把它写出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先写DataName好了 OK 所以我们一样写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 帮我通通都把它写出来 那写的话呢 理论上 用了什么呢 这个DataName 第几个嘛 第R1个 点Test就是里面的资料 它实际上就是 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辟别 那把它写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辟别确定一下 辟别出来了 不过辟别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它很容易 里面就带一些 一大堆空白 有没有 那我讲过啦 如果 假如你抓下来的东西 前面跟后面有一大堆空白 那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嘛 就是再加一个函数 叫什么 点 Strip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strip 然后小瓜 那strip意思就是说 它会帮你把这个文字里面的前后多余空白删掉 OK 多余空白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strip之后的话 那这个前后的空白就会消失了 OK 所以strip还蛮重要还蛮常用到的 当然除了strip之外 其实如果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好像也没有更简单 叫replace 取代也是这样 取代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只是写下来 那你如果这边假设不用strip 另外一个方法叫点replace 就有点像我们一般在这个word或者一样嘛 就是把这个什么东西空白 所以记得好像这个里面你可以丢个空白 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逗点 没有东西就是这样子 把空白变成没有 不过前提是它这个里面都要办形 那这个方法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执行 你会把这个结果 我一样也可以的 把这个多余空白 但是你会发现它除了空白之外 好像还有换行 所以显然 如果你用replace 只能replace 多余的就是空白 但是strip好像还会把多余的换行给拿掉 所以这个地方 跟各位说一下 就两个啦 比较常用的 所以这里这个地方用strip 可能会相对的 比较OK一点 strip 小瓜 可能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这还蛮重要的 把它执行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辟别出来了 那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么样 把那个现金汇率好了 比如说我后面 假如说还要再把什么东西带出来 这个现金汇率 那我刚才讲过 有买跟卖 所以他的数量会是两倍 那假如说我今天把买跟卖放在这个回圈里面的话 那会发生一个问题 那个叫data run OK 然后其实strip就不用了 里面的文字 这个不确定 我们要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执行 执行完之后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米金 有没有 30.36 底下的话就港币 你会发现港币怎么会这么高 31.03 显然是什么了 其实港币应该是下面这个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其实如果他要放的话 应该是怎么办 应该是把 这个跟这个有没有 放在 放在美金后面才对 然后把这一个 跟这个放在港币后面 那最好我们干脆把它转换 转换成那个 类似 CSV CSV中间加斗点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要把它放在后面 它变成它一对二的关系 一个对两个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办 所以接下来请各位试试看 先把它拼得出来 然后呢 试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再简单一点 可以把那个 Data 1 它就是现金有买入跟卖出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变成说 一个弊别 自动放两个 然后 一个是现金 然后两个集息 然后最后呢 可以加斗点 那就可以帮我把它存成一个CSV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方法很多 后来我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后面的这一个 它的 这个编号没有 我干脆乘以2 OK 那为什么乘以2呢 乘以2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等于是数量就会变成是 比如说它第一次乘以2 0乘以2还是0 有没有 然后如果1乘以2变成2 所以0 2 那但是还少一个 所以少哪一个 后面那一个的话 等于是第一个 币别 我们是 就是 这个是买入 那如果卖出的话呢 我们后面 其实就可以再加一个 这边加一个做点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可以 后面那一个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DELTA1 里面的 i 这个是乘上2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2加1就可以了 OK 为什么加1呢 因为如果0乘上2 还是0嘛 那加1不就编号变1了 对不对 那如果 前面的i等于1的时候 1乘上2 有没有 那就是2 2加1 那就是3 所以这样子变成说 这个0 1 2 3 4 5 6 7 那等于是这样跳跳跳跳跳 就可以刚好符合我们1对2的这种需求了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你看 因为这个不太好理解 因为同学常常卡在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反正就是可以解决 一个必别 对两个资料 一个是买入一个卖出 反正你只要可以想到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OK的 只要不要出错 然后想到 但前提就是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想到 但是程式要写一大堆 那这个方法其实就不OK 所以 我的想法是这样 哪个方法 第一个 好理解 第二个程式短 OK 那就是好的解决方法 OK 所以如果你想的方法 假如说 第一个不简单 第二个程式很长 那我可能 就不觉得那是好的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输出喔 所以Data1输出之后 Data2 Data2的话 就把它再输出 到底下 有没有 这个是上面是集 这个就把它改成Data2 Data2的话 就集齐了 所以这样就1对2的关系了 我把它print 理论上就是 应该就不会像刚刚这样的 就1对2的关系了 它一样好像还是会有很多那个空白的 所以这边一样喔 后面一样还是要加点strip 如果你没有点strip 它好像还是会有 网页来的一些多余空白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在每一个点test后面 再补一个点strip 确保说它没有一些多余的一些空白 好那你会发现这样输出的话 那就刚刚好 有没有 美元 然后两个 党币两个 OK 所以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通通 都变成一个csv 党 那个csv 输出 刚好就是匹别 然后现金买入 现金卖出 然后集齐买入 集齐买入 总共5个栏位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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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